斗罗大陆双神战双神马上迎来完结,相信小伙伴们对结局是有所了解,不过动漫剧情肯定是存在魔改的,为此后续剧情也是会有一点出入。 在最新剧情里面,唐三战死之后,宁荣荣和奥斯卡直接开启了复活神光,唐三的神魂直接苏醒了,并且眼前也是出现了修罗神。 这就说明唐三可能直接开始传承修罗神的力量,不过此时比比东他们也是察觉到了异象,毕竟要复活一个神,需要的力量也是庞大的,为此比比东他们也是在第一时间赶来,而七怪他们以及浩天双星再次展开了对唐三的保护战,只有唐三复活,接下来的战斗才有机会,而比比东也是彻底杀疯,不过他最不该动的人就是小五了, 毕竟小五是唐三的逆临,谁敢碰触,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死,的确比比东为了不让唐三神魂飞升,同样也是展现出了无比可怕的力量,并且展开了无情的杀戮,很快就将七怪以及浩天双星全部击败。 而小五也是直接被他的罗刹魔连击杀,这也是彻底惹怒了唐三,而他也是在那时候完成了考核,成为了修罗神,原本神不可以下界扰乱秩序的。 但是唐三已经成为新的三大执法者,那就没有任何争议了,他也是直接开始对比比东进行最后的讨伐。 唐三成为修罗神之后,小五也是化身成魔剑直接入体,两个人以双神共存的姿态出现在嘉陵关的上方,看着就特别有压迫感, 而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双神战双神了,估计所有经费都用在这里了,的确比比东和千刃学也是展现出了无比可怕的默契, 就算是面对双神,一开始也是没有处于下风,而且越战越勇,可惜唐三洞用修罗神的力量之后,比比东母女很快就败下阵来。 而最后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了,唐三以海神神位破碎的代价,直接击杀了比比东,比比东也是为了给千刃学抵挡致命一击, 而千刃学则是直接散攻,神位破碎了,之后就只能以浑胜的力量活下去,活着肯定会活着, 但是之后的生活肯定是很悲哀的,让人就特别的心疼。 另外,双神战双神结束后,史莱克七怪都结婚了,当然还有白晨香, 而白晨香是率先怀孕的,马红俊也是第一个有后代的, 毕竟白晨香没有成神,不能上神界,马红俊肯定是要留一点念想的, 白晨香也成了最悲惨的一个女神之一。 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!